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晶圆代工龙头大厂台积电近年来持续在美日德扩产,虽然一方面是为了各地政府及客户对于半导体本地化制造的需求,但另一方面也与台湾缺电有关。 此前6月下旬时,台湾民众党立委刘淑斌借国科会出席立院备巡时,就公开质疑台积电出走是否与供电有关。 对此,国科会副主委林法正坦言,土地、水资源及用电应该都是台积电出走原因之一,不过若照绿电能遵照预定七成发展,未来电力绝对够用。 刘书斌指出,台积电年用电量约为223亿度,并预计2030年达到RE100,即100%使用再生能源目标。 此外响应RE100目标之企业,全台共35家。 然而,目前全台再生能源供电量仅366亿度,根本无法满足,如台积电等高科技厂商全台科学园区共2700亿度用电的需求,而供电无法跟上产业需求。 无疑就是台积电等高科技厂商出走台湾的原因。 刘书斌还补充称,对比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州厂用电结构,包含核能27%加上再生能源16%,并且保证非碳能源达100%,而台积电日本雄本厂。 电力结构也是核能25%,再生能源26%,非碳能源估计有51%,唯独台湾进度缓慢,连2050年能否达到净零碳排目标都充满不确定性。 对此,林法正表示,台积电出走原因应该与供电有所关联,但绝非唯一原因还包含用地、水资源等,其中绿电处于持续发展状态, 未来势必能满足产业需求。 他还举例说,绿能发电量今年底能够达到400亿度以上,而2026年预计可达500亿度,只要绿能发展遵照规划发展,绝对能够满足产业需求。 与此同时,台积电雄本二厂最先规划要在2025年第一季度动工,不过之后延后至今年内。 据了解,台积电雄本工厂由生产子公司JASM负责营运,除索尼外,丰田汽车,Toyota,电装,Denso也对JASM进行出资。 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曾在6月初时表示,雄本二厂会延迟动工,原因在于雄本一厂量产后造成当地发生堵车等交通问题, 已让当地居民感到不满,因此希望等改善交通后,才开始建第二厂。 但据日经新闻的新报道,台积电日本子公司TSMC Japan总经理小野四成日前在横滨市举行的技术宣讲会上表示, 台积电计划在雄本县菊阳亭兴建的第二座工厂雄本二厂将在2025年下半年动工。 小野四成表示,2024年,台积电在日本市场的营收超过40亿美元,折合5800亿日元, 占台积电整体营收比重约4%,晶圆出货量以12英寸换算超过149万片,占整体出货比重约10%左右。 台积电主要帮索尼等日本客户代工。 台积电位于雄本县菊阳亭的雄本一厂,已在2024年底开始进行量产,生产12奈米至28奈米制成逻辑晶片。 而计划兴建的雄本二厂预定将生产目前日本国内最先进的6奈米产品。 以12尊吸晶圆换算,台积电雄本一厂,二厂月产能合计将达10万片以上, 两座厂投资额合计约2.96兆日元,其中日本政府最高将补贴1.2兆日元。 除日本外,为满足客户,美国制造需求续增,台积电亚利桑那周厂建厂加速。 供应链透露,规划配置,三奈米先进制成的二厂P2在2025年4月动工。 目前整体试程有提前迹象,预计2026年第三季装机力拼2027年上线。 晶圆厂建设速度压缩在约两年,全速开动已应客户需求。 台积电亚利桑那周二厂四月动工,供应链研判。 为回应客户需求及因应美国政府关税,台积电积极配合, 整体试程提前,机台最快在明年9月就要。 Move-in,首批晶圆产出,预计落在2027年。 设备厂商坦言,晶圆厂盖完厂后,内部厂物还需要耗时约两年进行调整配置。 以晶圆厂建设速度来说,台积电动作已非常快速。 供应链表示,台积电加快脚步,有利台系厂物工程业者如汉唐、翻轩等业者, 由于已经累积建设一场P1的学习经验,渴望改善长期获利。 供应链业者也透露,年中后将开始进场,配合台积美国P2工程。 特用气体、特用化学部分也将陆续接获北美订单, 法人看好上品、盛益等公司。 为先进封装仍需仰赖台湾产能,法人研判, 尽管台积电已宣誓于美国要投资两座先进封装厂, 但需要时间进行相关评估,包含人力资源、工厂许可等繁杂的过程。 预计亚利桑那州AP1第一座先进封装厂, 最快在明年第三季动土, 且会以SOIC系统整合晶片为主。 换言之,COOS还是需要运回台湾进行。 盖厂非一朝一夕能完成, 厂务工程业者判断, 由于美国厂区规划庞大, 仅能局部推进至完善阶段, 多数厂区无法在2029年前完全上线启动生产。 建厂期间,国际情势与产业景气持续变化, 法人预估,为反映建厂成本及强劲AI需求, 台积电明年将在上调晶圆价格3%至5%, 而美国晶圆厂报价调整将超过一成。 另外,日前高盛上调台积电, 今年至2027年, 盈利预测2%至6%, 基于上调3奈米及5奈米晶圆收入预测, 部分因为对进一步AI订单削减的担忧有所缓解, 以及受客户采用率提高推动, 上调QoOS晶片封装需求预测。 该行将今年至2027年, QoOS出货量预测由58.5万至128.7万块, 上调至66.4万至156.6万块, 并将QoOS产能预测由60万至141万块, 上调至67.5万至174万块。 该行向应把2026年及2027年资本支出预测各上调20亿美元, 至420亿美元及500亿美元。 该行把台积电维持在确信买入名单, ADR及台股目标价分别为242美元及1,210元新台币。 该行认为, 市场短期内进一步大削AI订单可能性降低, 受贿上下游供应链失衡改善。 对于QoOS, 该行预测需求将持续增长, 受晶片设计在智慧型手机、 伺服器、 网络等非AI领域应用范围扩大推动, 未来将支援QoOS更持续且多元化需求增长。 总体而言, 台湾重要性仍无可取代, 从台积电布局来看, 今年新建9座新厂11个生产线同时进行建设, 尤其是即将上线至2奈米及需求殷切的先进封装产能同时都在进行。 相关业者透露, 台积电高雄2奈米F22厂2厂将在2025年第三季移基, 紧接着3厂会在2026年第一季完工, 先进制程研发持续进行, 依厂房建造时程来看, 都将率先在台湾进行生产。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